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辽宁舰 山东舰 包括福建号三航母 这三航母如果是同矿的话 美军还真的是要掂量一下自己在西太平洋能力了 咱们不是吹中国 真的是这样 美军现在也感到为难了 因为美军的航母咱们算过 它是全球部署 它在西太即使布了60% 70%兵力 它的航母也就能保成三艘 实际上就是三对三 而蒋公斤不是出一岛链的 不需要去二岛链 我们在一岛链附近对京作战就可以了 我东风导弹范围内 所以美军还真的是一点招没了 至少辽宁舰 山东舰和福建号三航航母 如果真的出击的话 美军一点招没有 我们这次展示福建号是用直播 也证明一件事 咱们上期谈了 我们现在有太多的秘密需要解开 我们这次直播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和美军没有秘密 为什么没有秘密 我们是新的 什么新 我们的技术新 我们自成体系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少有人关注点 我们敢直播就告诉你 我不是抄你的 我是自己独创的 独创完以后 没有秘密可言了 中国军工首先一如既往的非常低调 所以这次还是一反常态搞直播 所以很多人不理解 对吧 反正各种高清图 说这个都暴露太多了 秘密都暴露 实际也就是软实力 我们现在也要做 尤其是整个的宣传 福家之所以特殊 原因在于它的能力非常强悍 加上配套先进的舰载机 整个都是世界顶级的 这个很多人不能理解 就是好像中国得学美国 尤其是很多美国 有些在美的一些 咱们说一些恨国党们 就是中国人肯定得先学美国 我们美国就多少年了 不是的 世界从来都不是这样 你说那诺基亚还在吗 就是现在中国这套技术 航母加上舰载机 是美国人现在也没搞定的 它F35前没定型的 全世界第二个电子弹射技术航母 而且是美国之外的第二个 拥有五代引试舰载机的 在前上固定一件的预警机 这些技术上看 好像是跟美国一样 但是不一样 我们已经是超越美局了 从华越直接跳到电磁 这是跨带 美国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中美的航母进入到第一梯队 这让美国人非常着急 它的媒体尽管没有这么报 但是其实通过咱们频道 给它介绍一些细节 你可以感觉到 这压力非常大 福建舰和美国 这个福特号相比 这是除了美国之外 是一项最强大的水面舰艇 咱们把福特号 就是按照你的纸面技术 如果按照实际 咱们讲过 它已经放弃交流了 交流弹射了 它得重来 所以它实际战斗力不如福建号 你说各种各样的技术加持 综合性能上看 超开 其他的什么英法 这没问题的 甩开美国 我觉得是下一步了 由19号可能就甩开美国了 你可以看综合 英国法国俄罗斯那些 排出量都不用谈了 基本都是六七万吨的 中国尼米兹10万 福特级11.2万 12万吨 中国福建号是8万余 我觉得这都可能是 就算排第三吧 这都可能是和英国6.5万吨 不是一维度了吗 所以它应该就是常规动力最强了 现在看 常规动力最强 电子弹射 技术没问题 技术是最优秀的 中国航母是从零开始 尤其是中亚直流 电子弹射技术 现在美国人没有 他得从头 也得从头干 中国从拿到首艘瓦良格 我觉得整个的 从乌坎拿到这艘船 半成品 采用华越起飞 慢慢学 然后99年购入 然后进行改装 最后25年开始改装 05年开始改装 12年正式交付 你可以看一下时间 12年到24年 现在中国福建号 你看看现在下海 所以这用了12年干了全世界海军百年才能干的事 我觉得很多中国人内心应该是骄傲的 12年 12年咱们干了其他国家海军百年才能干的事 这让我想起当年明朝海军 明朝海军当年确实是一直到印度亚 正和那支船队 中国造船技术人说失传了 不是失传了 是什么 是贸易行为 因为清朝打通了蒙古 满满一家了 之后的这条陆路通道就是去走俄罗斯了 走陆路通道 海上通道就 其实重要性降低了 海上通道也被荷兰、葡萄、英国控制 首先我们是大规模的模仿 确实是探索 当时模仿的是苏联的 然后模仿出了 从乌克兰又买回了苏33 模仿造出了歼15 就是说很多技术 我觉得很多技术都是这么来的 先模仿 辽生剑学到了造舰技术以后 然后升级到山东舰 山东舰也是造的相当快 我们这个技术是能力 所以中国人 你说从古代中国人能工巧项多 各种各样的 我觉得咱们古人古事上记载那些 古建筑神器那些东西 我觉得都不是纯牛逼 现在实打实了 你看咱们造航空武器 世界最顶级的 中国人的智商绝对是占领高地的 你看造山东舰 然后进行改造 然后取消了一些瓦林阁上的弊端 包括扩大甲板面积 舱内的什么面积等等 也是配置量6.5万吨 但是我们辽宁舰最大是24架 舰15 山东舰一下奔成36架 看到了 我们改进 通过这个我们再学习 你看时间多快 中国是高速运转 每个人急在这 学苏织航母之后 我们就把平直加版电子弹射航母 现在就搞成了 12年 从辽宁舰 福尼一直到24年福建号下水 12年 当时第一个模型参考 当时中国参考小型号 常规动力 尼米兹也是它的对标标准 快速量8万吨 蒸汽弹射 如果当时不出意外的话 你想 如果有福特号 电子弹射 它没有搞出来的话 我们就奔着小型号 蒸汽弹射去了 只能想到研设过程中 突然间我们的电磁弹射技术突破了 这个不得不谈 电磁弹射技术突破 跨越是发展 我们就有了底气了 我们干嘛用蒸汽弹射 所以美国人一直叫傲娇的那些 所谓的技术优势没了 所以一定要坚信 尤其电动汽车这领域 我们是再也没人瞧得起西方制造产品了 它除了卖情怀还能卖什么 丰田都已经卖情怀卖到这 你跟丰田卖什么情怀 咱也不知道他卖什么 现在就是奔着技术去 你看福建号非常明显 跨越了美国的蒸汽弹射时代 这一代的航母确实是冷战霸装 但是我们直接跨到电子探设了 你跟我谈冷战霸王蒸汽弹射航母 我是下一代的 我根本就不买你的情怀上 看到了吗 谁买他的情怀啊 当然是当年冷战时期 媒体被一顿洗脑的台湾 日本 日本 台湾 香港 然后南韩 再加上菲律宾这帮人 当年不就是 电视上全是蒸汽弹射航母吗 这帮人买账 但中国人根本就不搭理 中国人没见过 没见过 所以福建号 现在看调整了8万余 应该是配电子探设 再配歼35空领600 这种组合综合性能是 直接越过尼米兹基奔着福特级了 所以你再跟中国谈什么 你自己冷战的 你拿那个吓过中国 我连你祖宗都揍不过 对吧 咱们说抗美援朝 我怕你这个东西吗 就中国不是摸着美国人过河大 以前说中国抄美国 这抄什么 你自己福特号都搞成那样 我抄你什么 两个技术都不一样 我抄你什么 就未来004和005 你可以看 绝对是要抄他们的 他们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真的是被超越 004 所以所有人一定要不要再 不要再把003当做一个 003未来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写教案 包括写培训这些资源 利用这儿培训 真正要超越004和005 实打实的可能要 有些新技术要上 当然这个吨位会不会再扩大呢 是美国人最担心这个 简单讲 就福特级 美国最新福特级 包括下一艘航母 它可能真的就是要被中国碾 下一艘航母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就是我们小部慢跑 就是找福建号子没见 常规动力的 不排除可能吨位就奔着10万吨去了 还有一种就是跨越是直接奔着10亿2万吨的核动力 对吧 加电磁散射 所以未来我们选择性非常多 而美军现在没有选择 它只能是硬是头皮 把以前的交流电磁散射技术给推倒 重新来中压直流 但这个突破 首先这个技术都没突破 直流电这个技术还没突破 所以美国面临的难题比重 那等于是福特级的第一艘舰福特号 就等于是变成一个垃圾了 交流电它也没法打仗 中压直流现在非常可靠 而福特级一旦进入战场 它可能就是变成一个补给站 咱们可以离城就是变成补给站 它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参战 参战这种咱们说故障率 实际达不成作战标准 那等于美国人又浪费了几百亿